我们讲《维谋结经》 世间众道法 序中出家 这个就是讲 很多不可思议的菩萨 他了解世间所有的法 其实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有所谓的六师外道 他们都是外道 外道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所有的弟子全部都是礼光头都出家 一样出家 大菩萨他也在这里面 大菩萨也在这个外道里面 你不要以为外道里面没有大菩萨 外道里面也一样有大菩萨 这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大菩萨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什么都是佛法 任何地方他都去 什么地方都是佛法 人外道里面 他也去世间众道法 其实是世间上的 很多不是佛法的 他们也算是道法吧 西中出家 他还在六师外道里面 他照样礼光头跟他们一样出家 出家做什么呢 因已解人祸 而不剁邪见 在出家众当中 他讲解真正的佛法 给他们 他们有些迷惑 因为外道本来就是很迷惑的 然后他在里面 他也起了作用 就清净了所有的外道 让所有的外道 不堕落在邪见之中 这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世间众道法 蓄意中出家 因已解人祸 而不堕邪见 道理就是在这里 他也在外道里面出家 不可思议菩萨在外道里面出家 出在家以后 他可以用佛法去解释 所有外道的疑惑 另外 让他们不会堕落在 不正确的见解之中 这两句是这样子 霍作日夜天 还往世界主 不可思议菩萨 他可以当成日天 显现在日 变成太阳 就普照这世界 也可以变成月亮 普照这个世界 霍作日夜天 还往世界主 还往是什么 大黄天王 普拉玛 普拉玛就是大黄天王 他可以显现成为大黄天王 你看观世音菩萨普文品 你应该以什么得度者 他就献什么身 宰官 他就献宰官身 男身 他就献男身 女身 他就献女身 任何身 他都可以献 大黄天王 也是不可思议的大菩萨 变化成为大黄天王 大黄天王是世界主 为什么是世界主 按照印度教所讲的 这个世界是大黄天王创造的 所以我们知道 普拉玛是创造神 西瓦是破坏神 美斯奴 天进天是保护神 所以不可思议菩萨 也可以变成大黄天王 创造了世界 然后他是这世界的主人 真正的主人 所以普拉玛是跟天鹅在一起的 西瓦是跟白牛在一起的 另外 韦斯奴是跟卡路达在一起的 这三个 是印度教的三大神 一个是创造神 一个是破坏神 一个是保护神 这三个 但是以偏进天 色旧进天的 韦斯奴是最高的 如果在佛教来讲 韦斯奴是最高的 然后大黄天是第二高的 西瓦是第三高的 可以当成大黄天王 就是世界的主人 祸时做地水 不可思议的菩萨 他可以作为地 生长万物 或作为水 清净一切的无非 祸复作烘火 就是四大 地水火烘 烘就是空气 火 这是火烟 其实四大 都是有功德的 祸复作烘火 不可思议菩萨 戒中有极意 现作诸药草 他可以帮助众生 解除瘟疫 可思议菩萨 我看过一本书里面写到 里面有一种叫做阿易废头 阿易废头是什么东西 它是四部疑点 在西藏 也是用了四部疑点 就是阿易废头 四部疑点 来治病 来治众生的病 有了瘟疫 戒中有极意 现作诸药草 药草呢 我们小的古代的时候 便没有合成的西藥 全部都是药草 释迦牟尼佛时代 有一位齐伯 齐伯是一个医生 就跟中国的伐头一样 很有名的 他专门给了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医病 这个齐伯 他医病是用什么医病 是用药草 是用药草医病 齐伯在协医的时候 跟他的师父协医的时候 齐伯的老师 就叫他的学生出去 你们出去找 所有的满山的药草 找一个没有药性作用的草回来 每一个人都出去了 每一个弟子都出去了 至少拔了一根野草 或者是韩国草回来 说这个没有药性 然后我们随便地上 找一个没有药性的 就回来 只有齐伯回来 两手空空的 这个师父就问齐伯 你为什么两手空空回来呢 齐伯怎么回答 因为他的照片整个山 找不到没有药性的草 每一个草都有药性 都可以治病 这个老师说 这个老师说 齐伯才是他的真正的弟子 要知道 有一个军具 就是上主 给人类最珍贵的 是什么东西 是植物 我讲过了 珍贵的礼物是什么 就是植物 它不只是可以医病 你的主食都是植物 我们吃的主食都是植物 而且新鲜的空气 也是因为植物而来 光合作用 新鲜的空气 能够让这个世界上 整个调和 也是植物 就是人类整个世界破坏的 才变成 现在这一种 极端的气候出现 是人类自作孽 不可佛 事实上 你能够用的植物 你就用 不能够用的植物 不要乱坛 把整个世界的天气 全部都变了 是人本身的自作孽 所以极端气候 受灾的还是人 因为你把上主给我们 最珍贵的礼物 植物 都乱砍乱做了 现做住药槽 药槽 在阿易废陀里面 就是四部医点 西藏人用的 就是阿易废陀的 四部医点 我们中国也有中医 也是用药槽 你不要看 随便拿一个药 都是有药性的 都是可以治病的 若有福祉者 除病消中毒 你吃到这个药槽 你病就消除 而且毒也去掉了 当然药槽里面 也有含毒的 因为每一种作用 都是有治病的能力 但是也有它的毒性 事实上中医也是一样 不要有的时候中医就没有副作用 合成的药物 副作用更大 中医也一样有副作用 能把毒素消除 把病消除 如果在戒中有鸡井 有饥荒 现身做饮食 不可食欲菩萨 它可以变化东西出来的 就像美国讲的 西部开拓 到了西部 红药 打到最后 糟糕了 没有食物了 怎么办 大家肚子饿 突然之间 出来了好多只佛鸡 佛该 他们就抓佛鸡来吃 其实佛鸡是印第安人养的 是美国的印第安人养的佛鸡 他是说是上帝试给他们的佛鸡 他们就吃了 佛鸡就饱了 还继续打红药 所以那一天就变成感恩节 是印第安人养的佛鸡 被骑兵队吃了 他们肚子饿吃 所以就变成美国的感恩节 戒中有激进 就是讲 有饥荒 献身做饮食 圣经里面有西伯来人 离开埃及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没东西吃 大家肚子饿 糟糕了 怎么办 跟上帝祈祷 我们没有东西吃了 离开埃及 出埃及记 其中有一段记载 他们没东西吃啊 上帝可怜他们 就降下了那个玛瑙 我记得那个东西叫玛瑙 不知道玛瑙是什么东西 总之啊 他们第二天清晨 花在地上 铺满了很多的玛瑙 玛瑙是什么啊 我的印象里面 玛瑙 玛瑙 上帝降下好多的玛瑙 透明的 就像那干露一样 这样在草地上 有一大堆的干露 像透明的玛瑙 他们西伯来人 就每个人出来 把这个玛瑙 就拿来吃 吃了 哇 就不饥饿了 所以 以前出埃及记里面的 西伯来人 就是现在的犹太人了 上帝降下那个玛瑙 满地上都是 都不会饿 吃了 你就不饿了 圣经里面有这一段记载 你们读过圣经的知道吗 有 虽然韩瑜 那是不是记载在哪一个记 有六个记 出埃及记 就是创世记 出埃及记 生命记 一共有六个记 旧业圣经里面有记载 你读过上帝降下那个玛瑙吗 玛瑙 应该叫玛瑙 因为我是喜欢玛瑙 就是玛加一个口字旁 然后这里那里的那 玛瑙 你讲的还是对的 因为我好久没有看圣经 好 请坐 谢谢师生 饥荒的时候 天上会降下食物 那个是旧约圣经有记载的 另外在美国 上帝降下火鸡 所以他们有感恩节 感恩上帝降下火鸡给他们吃 他们感恩节就吃火鸡 谢谢 火鸡 火鸡啊 火鸡啊 火鸡 戒中有饥荒现身做饮食 先救鼻饥渴 切以法语人 先救他们的饥饿跟口渴 然后再以佛法 再去教他们 可思议的菩萨 再来呢 不可思议的菩萨 也会变成国师 国师啊 是一个国家的指导者 用法来做指导者 国师或者大臣 不可思议菩萨 他也可以化身成为 国师跟大臣 以佑力众生 他来保护所有的众生 诸有贫穷者 现做无尽场 这沙博世界 有很多很穷困的人 不可思议菩萨 他也可以让他们得到富足 贫穷的 没有钱的 让他们得到富足 因以劝导之 令花菩提心 然后让贫穷的 变成有钱的人 然后再欠导他们 要他们发菩提心 就是道心啊 让他们发道心 其实我们生活中啊 我们出乎了school 跳过啦 怪不得 躲翻了一夜 我赶快把它念完啦 念不完啦 唯摩羯这个老贼 老贼不是骂他 我告诉你 他是唯摩羯 当然是年纪很大的贼 所以叫老贼 他跟我很好的 他跟我很好的 哎 跳过了 我实在太急了 你怎么讲那么多 受不了了啦 戒中有刀兵 唯之起磁心 这个戒里面啊 就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经常讲 现在是 没减 没减 没戒 一千年是一个戒吧 现在这个戒啊 是没戒时代 有刀兵 就是战争啊 为之起磁心 不可思议菩萨 起了慈悲的心 化彼诸众生 令诸无真谛啊 就是 他也来倾导众生啊 让他们 不要有争执 像现在就是在争执啊 我们不谈政治 但是美国跟中国 现在是有争执 对不对 我们不谈政治 像现在以色列 跟着巴勒斯坦 就是有争执 两边在争执 南韩跟北韩 就是有争执 Russia跟欧卡 就是有争执 中国跟台湾 就是有争执 这个时候啊 大不可思议的菩萨 要赶快起慈悲心 去化解他们 他彼此都是人类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把那个争执的 把它化解掉 就不要有战争 应该要这样子做 这个是大菩萨 才有办法这样子做的 让他发起慈悲心啊 众生 大家都是人嘛 杀一个人 就是杀人犯 你杀万万人 怎么不是杀人犯呢 当然也是更悲惨嘛 像现在的尾巴战争 像现在的乌克兰跟Russia 那就是万万人 这是很可怜的 如果有大战争 像现在就是 有些国家就有大战争了 立之以等立 菩萨献威士 降伏使和安 这个在古代是有的 琉璃王要灭施迦族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有现身 站在路的中央 把琉璃王起兵过来 看到释迦摩尼佛 就说 释迦摩尼佛那时候是一个佛啊 琉璃王也敬佩释迦摩尼佛 算了算了 释迦摩尼佛站在路中央 我们就不去打释迦族 就班师回草 第二次再来 又看到释迦摩尼佛站在路中央 算了算了 回去了 琉璃王也回去了 后来释迦摩尼佛知道 那是释迦族过去的业障 所以他第三次 释迦摩尼佛就没有现身了 琉璃王就灭了释迦族 所以不可思议的菩萨 若有大战争 立之以等立 菩萨献威士 降伏使和安 让他们这些要战争的 通通心都变成平和 改变他们的心 让他们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不用战争 应该要这样子的 一切国土中啊 真的 你看在医院里面 这计较的 开心的 开脑的 那地方就是地义啊 医院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地义的 地义不是没有 我们读佛经的都知道 在沙滩上 在深山的地方 在灵场 混场 其实都有边地的地义 边地地义不是真正的地义 我们晓得真正的地义啊 有所谓八寒八热地义 就是十六大地义啊 二八一十六嘛 有八寒八热 现在你看印度气温多高 到五十几度 五十二度 那个谁讲的 猴子都从树上掉下来 都死了 五十二度耶 气温摄氏达到五十二度耶 在印度呢 New Delhi New Delhi我去过啊 真的是很悲惨 所以像这个 这也是地义啊 一切国土中诸有地义处 所有的国家都有地义 大不可思议的菩萨 就到那里去 然后去帮助这些地义中的人 解除他的苦劳 师尊曾经在地义里面办法会 有地址看到的 我在台湾内藏寺守法的时候 我说我在地义里面办法会 那个人出来 证明说我在地义里面办法会 因为他参加了法会 他参加了法会 他是这样子 他在医院里面昏迷当中 居然去参加了 我地义里面的法会 然后我还指点他 你从那个墙边有一个洞 你从那边转出来 他参加法会 就从那边墙边的洞里面转了出来 他就回到了医院了 后来他好了 他在台湾内藏寺听法的时候 站起来给我证明 说师尊在地义里面办法会 因为他在医院堂的时候 曾经到了地义里面 看我在那边做法会 我还指点他从哪里转出来 从狗洞转出来 从这里转出去 你就回到医院 果然他就回到医院 那居然又好了 到了那里 免记其苦恼 解除地义中人的苦恼 是有这种事情 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 但动物都是互相吃来之去的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泥巴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泥巴 畜生都是大家彼此咬来咬去 借献生以彼 为之作利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五百世的 做菩萨的时候 他当过象王 大象的王 当过孔雀王 当过鹿王 释迦牟尼佛也在出生道里面 他也出生在出生道里面 然后欠那些动物 不要互相吃来之去 你们吃草就好 吃草就好 你看现在牛都只有吃草 马也是吃草 羊也是吃草 对不对 他们吃草 就能够变成那么大只的牛 那么大只的马 那么有力的马 还可以变成那么富有营养的羊 那么我们也可以吃草 其实我们吃的草是什么 我们吃稻米啊 吃potato啊 对不对 奶叫做看 起叫做肉 开门叫做open door 汉籍叫做potato 汉籍叫做potato 都是可以吃的嘛 这些都是主食啊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 晚上去吃宵夜 我就吃 T-bone steak and eggs height sprung T-bone is almost well done minimum is well done egg is over easy and hot chocolate 晚上啊 出去就吃 T-bone steak and eggs height sprung 其实真正的主食啊 是height sprung 真的 那就是potato啊 所以呢 不可食以菩萨 就叫畜生 不要互相吃来吃起 为之坐地 释迦牟尼佛 也现身在 畜生道当中了 四寿以五欲 五欲 就是财色明十岁 这个大菩萨 不可食以菩萨 他也有五种欲望 不是因为五种欲望 而活在这世界上 他是因为要跟大家一样 然后呢 他在想办法 让他们产生禅心 就是道心啊 让沙佛世界的人 有了道心 令魔心溃乱 不等得其变 让那些引诱众生啊 去做坏事的这些魔啊 他们心里都乱了 不能得其变 让魔不要去干扰的人 让所有的魔罗 不要去干扰人 佛中生莲花 是可谓稀有 这是在佛里面 长出莲花 佛中生莲花 我告诉你啊 释迦摩尼佛最爱的女生是谁 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就是释迦摩尼佛最喜欢的妃子 释迦摩尼佛要出家了 他用马鞭指着耶稣陀罗的肚子 因此耶稣陀罗就怀疑 就里面有罗赫尼佛 然后就是释迦摩尼佛后来的 第十个成名的弟子 密行第一的弟子 罗赫尼佛是他的儿子 耶稣陀罗肚子有孩子了 当初的时候 静患王认为 释迦摩尼佛都出家了 你肚子大起来 你这个小孩子有问题 这小孩子不是释迦摩尼佛的 就把他丢到佛中去扫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 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 他这一坛子间 这佛里面就产生一朵莲花 佛坑化为白莲尺 耶稣陀罗就没有死 释迦摩尼佛救了耶稣陀罗 跟他自己的小孩 所以说佛中生莲花 这一句话是有点故的 是耶稣陀罗被投入火坑里面 火坑就消失掉 变成一朵白莲花 把耶稣陀罗撑住 那个时候静患王一看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父亲 一看 那是冤枉了他 就让他把小孩子生下来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儿子 密行第一的罗佛罗 这火中生莲花是可谓稀有 非常稀有的 再易而行禅 你有欲望 但是也能够打坐 能够牵近 有欲望也能够牵近 稀有依如是 他说这非常的稀有 非常的少 你有很大的欲望 五亿你都有 财色名十岁 你通通都有 但是你又能够亲近 这个是非常稀有的 这个维摩杰讲的 再欲而行禅 你有五大的欲望 但是你也能够亲近 这是非常稀有的 霍献坐淫宁 告诉你不可思议菩萨 变成一个基尼 引诸好色者 所有好色者都喜欢他 都去爱他 先以欲勾牵 后令入佛道 跟他在一起了以后 这个基尼在讲佛法 给那些好色的人听 让他们都得到佛法 就是先以欲勾牵 后令入佛道 有谁能够做到 他能够五亿 财色名十岁 通通都有 但是他也能够亲近 有谁能够做得到 做不到的千万不要试 做不到的你去试了 你就下地狱了 你能够做得到 你才可以试 你在行义当中 你也能够念高昂金 你在行义之中 你也能够亲近自己的心 跟本尊在一起 有谁能够做得到 现在这世界上 大部分都做不到了 你迷秘财色名十岁 你哪里还有亲近心 但是他有了财色名十岁 但是他也能够有亲近心 把这些清除掉 这是非常稀有 他变成一个机灵 所有好色的人都喜欢他 他用意望先把他们勾过来 然后再叫他们学习佛法 或为义宗主 臣主 这是一个臣的主人 或做商人导 他在经商的时候 他也是商人的导师 在经商的时候 也可以做商人的导师 不可施以菩萨 真的像唯某节这样子的 就很少了 这世界上没有几个 真的 师尊呢 我在意望当中修法 这是让人家想不到的 你为什么能够 在意望当中修法呢 这是特殊的 这是很例外的 很稀有的 确实 我也不骗你 我还在念咒 我在持咒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在念咒 我在念高王经 我心不在意 行的是欲 心不在意 我是亲近的 有谁可以证明 没有人敢证明 以后呢 弄一个黑色的套子 要证明的 戴着黑色的套子 穿着黑色的衣服 从头套到脚 走出来 我可以证明 十尊是亲近的 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证明完了 再走出去 没有人敢证明 刚刚讲过了 国师几大臣 以幼利众生 诸有贫穷者 现作无尽场 因之劝导之 令发菩提心 我们讲到这里 令发菩提心 我这样讲可以吗 因为维摩姐讲得太玄了 他真的讲的是太玄了 一般来讲 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已经在无欲里面 哪里能够亲近 在无欲中能够亲近 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他这个忌是很深 真的 很少人能够做得到 街灯 你看 你看 你 嘻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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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